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我们要准备下载10加 你自己决定 麻烦就请你 现在你自己写下来 你要下载哪10加 对不对 那到时候你的比较 你就自己来去比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你要做的战情式分析 的这个重点呢 就好像是找那个 不管是你的 你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那你就选ETF0056的 随便那56加中的随便10加 可以了解吗 那因为最多人去投资嘛 你到时候 你就去可以挑这56加公司 随便任何一加 你知道台积电你们想不想进去 想不想 你们未来不是一定会 会朝 我的小女人她就跟我讲说 我就是要进台积电 所以 她在选择研究所的时候 她就说 我现在应该进不了台积电 所以她就说 她要再去继续读研究所 可以理解吗 假设这是你一个目标吗 那你就把它战情式分析出来 可以了解 那 那你要比较的话 至少拿 拿几家类似的 或者是 股价差不多的 来比 对不对 看看说 这到底这几家 这十家公司 他的损益 是怎么样 这个资本的分配是怎么样 好 用这样子一个想法 好了 那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如何选 对不对 你要知道台积 你要知道什么ETF 什么0050 或者是什么0056 到底有哪几家 其实你也不用问我 我也只能 我等一下我就列出来给你们看 ETF 0050 有哪些 有哪些 公司 因为我其实我也不晓得 那我就问齐摩大神 他这边说 其实 其实什么 ETF 0050 他是原大公司 他自动 就是 去一个 各公 50家公司的一个组合投资 然后把他 变成一个 一个代号 那现在有一个重点 重点 他这 这个没有 他 他这个讲的是 那个各个 原来像那个ETF 什么0050 的还很多哎 不是只有这一家 好 其实我真的也不是很熟 但是我只要知道说 那个 这个啊对 成分 我就要知道说 他到底是怎么选 甚至 甚至 我 我最有兴趣的就是要知道说 为什么台积 这一点他就是要 要你看这边 这边有一个比例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一个成本 他只占 46.29 他只占这个他悬谷里面的4.9 然后鸿海3.69 我就会想知道 为什么是46.29 为什么是46.29 这就是我 希望 就是后半段你们要知道 你知道不同比例 这是有 这是有 就是 有获利的差别 我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 折扣 你不肯每一个客户都给 一样的折扣吗 那折扣是会影响我利润呢 所以 到底谁可以给好的折扣 谁不能给好的折扣 是不是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个比例啊 我不想你们 希不希望了解 如果希望了解 那 等于说你们更要好好听 好了 我现在要把画面还给你了哦 我我选择的10家 我选择10家就是 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你们要记这个这个编号哦 你 你 你去看那个报表 三大报表 我们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都可以讲他的名称 但是你在查资料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这个来查的 可以吗 好了 所以 所以 等一下我就要换你们了 你 你知道去哪里找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 所股票上市公司 上柜公司 清单 你去查你就会知道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自己找10家 因为下一步我会教你 如何去下载这些资料 可以吗 我真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听懂哦 这边自己找 因为这样大家都做不一样的吗 有没有问题 就是自己下载10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一定要台积电 其他的 另外9家 每一家下载 你想要比较的 台积电的 股票代号是2330 自己找 自己找10家 你可以写出来了 这 这个学期 你最后你做完这个 10家比较分析 记得丢履历 就丢这10家 知道吗 呃 各位 各位 可能还是要先知道一下这个视觉化分析 我简单的说 战情室 他简单说 他就是一个视觉化分析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到底什么是战情室 我想先用几张图片 给你们看 像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输入战情室 的图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张里面 在这一张里面 简单说 他就认为他是战情室 对吧 不然你看 是不是大家长得都差不多 不看这一张 你看 别的张是不是都很多很多的图表在里面 很多张图表这样构成 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视觉化分析 那很多张图表 他叫做仪表板 在仪表板里面 他要能够方便让我们去做决策 决策 我们就称之为战情室 那所以战情室其实他的画法 照你这样看起来 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那大家 谁 能不能 能不能直接从这张战情室里面 就可以做决策 这就是我们的关键 好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刚刚已经选定了10家公司 那至少我先画 例如说台积电的战情室 那既然我要知道我要对台积电 我要去做一个决定 我要投资 或者是不要买他的股票 的一个决定 那你是不是应该先了解 了解什么台积电的 到底营运状况好不好 到底他资本额 或者是他的营运 有没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等等 那请问 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的 他我们从外部的角度来去看 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他的三大报表 好 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以及 现金流量表 所以 第二个作业就是我们要去下载 那请问你 你要一加一加下载 还是一次下载10加 我现在要讲的是 其实有一种方式叫API 要学写程式 那 反正你们一听到 想说写程式又觉得很困难 我先不要在第一堂课 就是把这么困难的事情 请你们做 但是至少你会下载啊 那下载 你应该会想说我要下载就要下载 10加 好 那首先你要知道 在哪里下载这些资料 所以我在这边我只是要告诉你 有一个 在台湾我们收集 就是股票上市上柜公司的三大报表 财务报表资料的一个 一个单位 他就 把这些资料呢 他觉得要公开出来 提供给广大 民众 那当然 当然这里面 公司名称他没有做去个资 以方便 就是民众对这家公司的财务营运状况有所了解 好 他这个叫做 公开资讯 观测站 这个名称 你就必须要了解了 那公开资讯观测站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下载 三大报表 这10家公司的三大报表 好 请问 从哪一年 开始 刚是从他有资料的那一年 听得懂啊 请问你觉得这个公开资料 他是从 你觉得他是从哪一年开始 你 先不要去管 站在资料分析者的立场 我今天 我要 你知道台积电的股票一张 7 7 7百多吧 70 70多万 一张嘛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钱 你要投资进去 到时候 到时候 这个股价会怎么变动 我跟你讲 那个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非常了解 他公司的营运状况 对不对 好 那你希望了解他从过往到现在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全部的资料 还有未来的资料 那前面 前面的资料 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 仅提供 他真的只提供 好像从 那个10 103年开始 民国103年开始 所以 所以你假设你要 20年前资料你还拿不到了 可以了解吗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拿到更前面资料 那你只能去那家公司 那你为什么要去那家公司 你就跟他讲说 我对你们公司 太有兴趣了 所以我想要把这些资料 分析的清楚 那他当然就会聘请你去做 这个资讯分析的工作 好 那这样有了这样的观念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学 如何去公开资讯观测站 下载资料 我先教你们做 这做法 这个做法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就是打开这个 公开资讯观测站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公开资讯观测站 TWSE 可以吗 这个 非常重要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在做一份报告的时候 你要交代出处啊 你不能讲说 我昨天晚上梦到的资料 对吧 你要交代出处 我的资料都是来自于 TWSE 可以吗 好 然后 接下来 当你点进去之后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财务比较一点通 可以吗 三大报表 这个 三大报表 其中 有看到资产负债表 综合损益表 而且 有没有看到它是累计 各位 它计算方式是这样子 资产负债表不是用累计的 但是 损益表它是用累计的 举例来说 现在6月份 现在6月份 它是从1月1号一直到6月30号的所有资料 加起来的总和放在这边 这叫累计 那资产负债表 那资产负债表就不是了 好 当然 你有空 你再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这样给资料 这牵涉到我们后面的数学计算 我们到时候写的函式都会有差别 可是你都要学会 好 那我们就就先下载这个综合损益表 随便 点综合损益表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 综合损益表 当你点了这个综合损益表 你就直接先点那个比较 好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分别设定 因为你不会API 我们也还没有教你API 那就只能 一季一季这样下载 首先 我们要选择设定年季 我说他从民国102年开始 你如果说最近的上市公司 对不起 他根本就没有资料给你啊 没有资料给你 请问 你比什么 你就没办法比吗 大数据分析着重的重点 是要把这个比较的成果视觉化 那你就没有得比了 好 那所以在这边 你是不是要选2013年的第一季 然后开始比较 设定公司 设定公司 点一下 那10家公司 可以吗 你在这边 你只要直接输入 好 例如说 6 4 3 本正 本正 你应该 只要打像这支股票上柜公司 你看出来吗 那个从第一嘛 应该就稍微稍微做一个区别了 好 然后当你输入了那个数字代码 你就可以选了 可以吗 而且这边只要你设一次以后 设定公司 你就不用再设了 理解 这样 一次就只能拿到 2013年 第一季 这10家公司 的所有资料 然后记得点什么 汇出 e-sale 那你就要给他时间 可以吗 这样 这样听得懂吗 我 我真的希望说我们 我们创造 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好好把它做完 我们等于 因为 治理科技大学 他最重要是商学院 我们就好好把这些仪表板整个做完 你 你会创造 你会替治理创造另外一个 一个 奇迹 好 然后 还没有讲完 那这只是2013年第一季啊 你还有第二季 开始 开始比较 这边设定公司又不用再设定了 然后汇出e-sale 可以吗 就这样 你先做完一年就好了 20就是第一年 我会给你时间 你今天整个把它做完 就是你的作业就回家就不用再做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来 请你先做完 一直做到 第四季结束 就2013年第四季 这边记得要设队哦 我刚刚下载了 下载的档案 这边唯一最可惜的就是什么 它是 综合损益表 它每一个下载都叫综合损益表 那请问你怎么知道它是哪一年 对不对 所以 我现在只下载了 2013年Q1 各位知道 Q 就是G 再来这就是Q2 所以你要赶快改名字 不然到时候 你 你也不知道它是损益表的 哪一年 因为它里面通没有写了 好 我是要请你们 先做 像例如说 我要第三季 然后汇出e sale 然后第四季 坏出e sale 然后接下来就要请去改名字了 可以吗 请先改好 那我 等一下 他快下载好了 然后 接下来就打开 这个 这个叫做 资料夹 档案总管 然后点下载 请把 这一个 这一个应该叫什么 2013 麻烦都用西元 不要再用民国 可以吗 不然到时候我还是要 请你再资料 请你从民国再改成 西元 2013 的Q1 这个是2013 Q2 2013 Q3 这个是2013 这个是2013 Q4 可以吗 那在这边我再回答 就你现在要 这边有一个设定 设定 设定年季 好 例如说刚刚我们设定了2013年 例如说第一季 这个时候 这10家公司的比较 你会发现 中间可能有某几家 他是没有资料的 我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台积电是有资料 2013年第一季 我想各位应该知道 为什么有资料 是因为他们在2013年 他就已经是上市公司 但是我们现在选择的这10家 未必每一家 都是啊 都是在2013年的 第一季 他都是那个 已经上市 所以在这边我们 往右边来去看 例如说这后面有两家 他是没有资料的 他是股票上柜电子零组件 上柜其他电子业好 这一个是群艺 一个是训德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是没有资料 但是我还是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看到资料 第一季没有资料 不见得第四季没有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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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上市公司 你要提供 就是上市那一年的前三年 年报 三大报表年报 所以你去看 你去看 在 2013年的第四季 他有资料 但是他只有第四季的资料 他没有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的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取得的情形 所以我们后面的分析方法都会不一样 你没有资料 你怎么可以去看那个各季 的 损益差 损益比较 不行嘛 对不对 我们只能看 各年的损益比较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但是 你要知道你拿到什么资料 这才是重点 有听懂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你继续把 2014年 第一季 开始 一直做 我给你 我再给你 五分钟 因为其实这些动作我都做完了 我要的那些资料 我全部都做完了 是你吗 我再给你五分钟 因为我们 我们今天做的很简单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下载 各位 接下来 我们就要做资产负债表了 因为他刚刚这边这个画面跑很慢 所以我就先 点下去 然后 接下来 我们 去看一下 资产负债表 他是不是也是从2013年的第一季开始 可以了解吗 为什么各位不难去理解吗 这家公司 假设从哪一年 开始 我们 有 资料 那一定是 选一表有 资产负债表有 还有什么 现金流量表 同时那个时候也会有 正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可以去 把它视为是一个 资料清理 的 原因 你要记住 我 我教你们 我要负责任 我 一定会教你们 什么叫资料清理 听得懂吗 算它很困难 你没清理 你怎么就可以说 我画出来的 战情事 绝对是对的 所以 这些 这些 要请你们 到时候是要想办法 一定要学会 好 所以 在这边一样 资产负债表 2013年 第一季 然后那十家公司 好 然后点 设定 设定 公司 其实刚刚已经设定好了 这边是不是就不用再设了 对不对 就是那十家公司 然后 开始比较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理论上 你看到 你看到 就是 记不记得 刚刚我讲2013年 省意表的时候 这两家公司是没有资料的 当然资产负债表也是没有资料的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 接下来 接下来就点 汇出 Excel 好 真的一年一年做 然后你去看 他这边 他这边呈现的下载 他叫做 资产负债表 好 反正就跟刚损一表前面那名称是不一样的 记得 接下来你就要改成第二季 开始比较 开始比较 然后汇出以下 依此类推 好 现在麻烦请你们 先做资产负债表 记得 记得 你现在 你应该要在 例如说2013Q1前面 至少要增加一个字 叫做资 资产负债表的资 理解吗 就像刚刚那些党名 你前面全部都要加一个损 我们就知道是损益 损益表 听得懂我意思 就是 就是 这个地方 你不能再只有取名叫2013年Q1 你要叫 资产负债表的资 2013Q1 那当然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损 损益表的损 损 所以我接下来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有 这个 嗯 之 2013 Q1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也会有 损 2013 Q1 好 以此类推 那在接下来 我还要告诉各位 你回家你真的要全部都做完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这边我全部都把它下载好了 这个教学影片 的范例 比如说损益表 你看这里面全部都是 因为我到时候要请你 请你就是把它放在三个资料夹 当然第一个是资产负债表 第二个叫损益表 第三个叫现金流量表 好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做的是 现金流量表 在现金流量表 它后面有一个刮斧 也是趋势 也是累积 所以我现在我就要稍微告诉你 什么叫做累积 例如说 例如说这个损益表 损益表 它的QY 跟Q2 我就只告诉你 这个 这两个档案 我只是要告诉你 它的一个差别 科目全部都一样 可是差在什么地方 像这个营业收入 有看到这个营业收入吗 以台积电来说 这个数值 它的单位是千 那它的数值 我改成三位一撇 比较好看 这个是一亿 一亿多个千 1.3亿个千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营业收入 你就可以发现 它变成 2.8个亿千 它这边直接告诉我们说 它的单位是千 可以了解吗 所以你去看到 第三季的台积电 第二季的累计 它是从 把一月 是算到三月 第二季是 第二季算到六月 那当然相对的 第三季 它就变成会比 2.8亿个千 更多 多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变成 4.5个亿千了 可以吗 它是一直累积上去的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 我到时候就要教你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看那个累积 因为那个边际效应分析 这也是大数据分析 一个非常重要特色 可是我就觉得 好奇怪 台湾居然不看这一个 很重要的边际效应 所以你们就必须要学会 学会正确的一个观念 好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个是选一表 它有用累积的方式 它不是只提供给你 Q3的那个当期数值 它给你的是 累积到Q3的那个数值 这是有差别的 好 但资产负债表 为什么不是这样给 资产负债表 真的就是给当期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其实各位应该知道资产负债 其实公司的资产 当有跟固定资产 跟流动资产 那个理论上它变动 变动它比较趋向于 是一个固定 你不可能一天到晚 全部都要一直增值增值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 收入它是用累计 那当然既然损益 比较它是用累计 那接下来我就要 这我都不存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现金 现金 现金流量表 一样 我们也要去下载这个累计 那麻烦那个党名 你就取叫现 然后年加纪别就好了 好 然后这个一样是 2013年的第一季 然后开始比较 可以吗 我只把它下载下来 改完名字 我就要换你们了 所以汇出Excel 然后 下载这边 你会看到一个叫现金流量表 那我就只留前面这个字 然后2013Q1 就请你们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那相对的 相对的 你去看它的一个下载 一样 这边 这两家 2013年第一季 是没有资料的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刚才来去做 这个资料的取得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 像现金流量表 当然就取名 现2013的Q2 这个是现金流量表的2013Q3 现2013Q4 好了 那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 因为我们要通过 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我到时候 我用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他去取得资料 他是要取得 所有 损益表 资料 他不是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这样开启的 有听懂 像以色尔 以色尔 你要分析 这个损益表 你是不是要把它 一个一个档案打开来 然后你再把所有的档案 变成可能是 开了20个档案 然后再把这20个档案 再想办法 放到同一个档案里面去 对吧 现在我用的这个工具 不用 他会自 他其实已经内建了 把档案合并 这件事写进去 但是你要会操作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变成是资料夹 什么资料夹呢 直接在这个地方新增资料夹 例如说这个 除了损益表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叫 资产负债表 好吧 资产负债表 然后请把这个资产负债表 这几个档案 全部都搬进去 那当然还会有什么 现金流量表 所以一样新增资料夹 把这个资料夹叫做 新增叫现金流量表 然后把这几个资料 全部都放进去 好 可以吗 那当然 当然你应该知道 你还要有一个叫做什么 损益表 我要请你们到时候 上传的是这个三个压缩档 我也不要请你们给我资料 不要是压缩档 大概一个压缩档了不起300K 很小啦 因为你们只有找10家 我希望我们最后我们做出来的是 是什么 可能这边 可能这边扣除重复的应该也有个四五十家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评估 哪几家适合放到我们这个叫做0020 听得懂 接下来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麻烦你请 因为你们要准备假交作业 我这一周的作业 就是要请你们 交给我一个压缩档 所以就选到这三个资料夹 然后滑鼠右借 压缩档 周交的作业 好 所以今天日期 2014年的2月19号 请你一定要放8码 然后下底线 请不要用加减符号的减号 一定要用下底线 因为减号是数值运算 不适合放在档名中 然后接下来你的学号 我不知道你的学号是什么 然后再放你的姓名 因为你到时候只要给我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其实很小 因为我这里面没有几个档案 我大概算了一下里面 你绝对不会超过1mega的资料 请你把这个资料上传到 数位学院 讲交作业 可以了解吗 你每次你都会有作业 但是你都会看到 你的作业的一个变化 请问我们现在是不是下载 2013年 最多最多 你只能下载到2022 现在已经是2024了 可是当你去下载 2024年第一季 是没有资料的 那我就先跟你们看 2023年第三季 它是有资料的 它只到这个时候 你要知道说 我们要上市公司 上贵公司 它不可能马上就直接把资料提供给你了 它要等 它会有一个 就是说你这三大报表 释出的一个时间 你看像现在 现在是2024年的第一季 可是它目前只能下载到 2023年的Q3 那Q4呢 2023年Q4呢 它是一片空白 因为那些上市上贵公司 都还没有把资料交给TWS1 所以它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下载等于没有下载 那大概到了 那个三月份 你就会看到 就是去年病 第四季的报表 可以吗 那我想这点是你们必须要知道 当我们今天拿到新的2023年第四季的资料 到时候要请你直接放到 如果它是选须表 当然就要放到选须表资料夹里面 可以理解吗 那这个时候 请问你 要不要把所有的资料清理重做 然后 自觉化分析重做 不要 这就是 这就是你 我这边要请你知道的 这就是AI-ready 数据 也就是说 当你取得新资料的时候 记得 记得要放到那个 你必资料夹里面 然后我们要见证 一个什么奇迹 这些资料不用重断 你现在拿到 你用以下来去做分析 是不是每个月都重做 对 因为可能你们现在 你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但是现在 房间非常多公司 都还是用以下这个工具 它就每个月都在重做 那你现在你用这个工具 你只要 善于应用AI-ready 数据 你就可以不用一直重复 再做重复的事 那做哪些事呢 举例来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 最后 主要就是希望你学会 做一些战情事 看简报好了 因为刚好被我关掉了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就要学会 像资料清理 你要知道怎么做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完毕之后 你又要知道 因为我们下载下载 都是以资料档案 以资料档案 它里面有一些限制 影响你做资料清理这件事 再来 你要不管怎么样 战情事就要做视觉化分析 视觉化分析几个重要的重点 趋势 及时积合 预测未来 但是很多 很多报表 我几乎都只能看到 很简单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 长得像 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的一个 当期跟上一期 或去年的程序比较 这是我觉得 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目标 是要做好战情事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课程 作业也都很清楚了 如果你有任何不了解 关于作业不了解 都可以下课在外 先就先上到这边 同学 那个 注意哦 可以看到 到下礼拜 一上课前 因为下礼拜一 还有七的进度了 所以呢 上课前 小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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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